在這一次的順位發佈後 我們將會有 A B C 三個班級 不再有F班 就說 從此再無F班的時候 我心裡真的咯噔一下了 35條人命啊 活生生的呀 你就不如你直接淘汰 你就整個環節幹啥 就取消F班 你直接取消這節目得了 其中 第三十四名到五十五名 為C班 第十二名到三十三名 為B班 第一名到第十一名 為A班 十一個人 目前你們的分班 是主題曲考核的結果 而接下來的班級 將是創始人們撐腰的結果 第一次順位發佈 對我來說 它就像是 把一個美夢的氣球給戳破一樣 請問你們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來吧 我感覺又要去B班了 首先我們公佈的是第二賽段的新C班 我將宣佈的是第三十四名到第四十四名的學員名單 所以我現在念到的名字是相對來說比較安全的 C班沒有 C班沒有就沒有了 C班沒有就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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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它挺希望能挺進二宮的 應該就是五十五名之前吧 好希望我自己是四十到五十名之間 我想留下的原因不只是因為懼怕所謂一輪又丟人 還有就是我真的很想完成這個二宮 我覺得有點想往後走 我的位置就 不上不下吧 就中不丟吧 最好啊 畢竟還想再撐兩輪 今年對我們跳舞的人來講很難 有戰鬥和力玩在上面 所以我們其實很危險 估計是邊緣徘徊的那種吧 我希望一定會有一個人留下來 林霄也好 曹佐也好 裕元也好 但是我覺得我也不應該離開